榮優教宗本督十六世世世世後的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它將會安葬在哪裡 正在已確實,榮優教宗的遺體 在這星期四,殯葬禮儀結束後 將被移至教宗地下墓穴 本督十六世的遺體將會安葬在 直至2001年曾為聖約望23世 以及直至2011年曾為聖約望寶禄二世的墳墓中 後來兩位以故教宗的遺體 已被轉移到墓穴上方的大殿內 這是梵蒂岡墓穴裡 最靠近聖伯多禄墓的小堂之一 裡面裝飾著聖母馬利亞和耶穌聖英的浮雕 墓墓不會像其他教宗墓穴一樣 用石頭或大理石雕刻 相反,它將會是一個埋在地下的墓穴 由教宗保六六世墓碑所密封